一项关于HCN9禽流感的重大研究 日前在世界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官方网站在线发布 这篇由中国科学家团队完成的研究论文 首次证实HCN9病毒正在向适合感染哺乳动物方向发展 这使得病毒更容易感染到人类 专家们通过对发生在浙江的四例患者 以及与他们可能有关的活鞋市场中 鸡 鸭 鸳 鸵和鸽子的HCN9采样和分析 专家们发现 患者体内分离出的HCN9病毒 与活鞋市场中的鸡身上分离到的病毒株 基因序列高度同源 这也是科学家首次通过实验 清晰地证明HCN9病毒源于禽类 再向人类传播 我们已经证明了 那个基因的特变 就是人传 禽传人 这个二六发生变异 那么如果701和627同时发生变异 它的这个基率就更高了 研究人员还发现 HCN9的重症感染者会出现 类似SARS病毒感染的细胞因子风暴 所谓细胞因子风暴是指 机体感染微生物之后 引起体液中的多种细胞因子 迅速大量产生的现象 这也是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和多器官衰竭的重要原因 此外专家还对HCN9患者的发病特点 进行了科学上的分析和解释 研究发现 HCN9病毒主要存在于下呼吸道 在患者的痰和下呼吸道灌洗液当中 表现出长时间的高阳性率 但是在鼻子咽喉等上呼吸道的存在时间 和减出率却很低 在鼻子咽喉等下呼吸道